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今晚 我是老頭Oddman 嗨!我們終於回來方舟生存啦 那在上一集的時候呢 老頭有一件事情做錯啦 稍微被各位觀眾們糾正了一下 就是我們上一集打那個BOSS 他其實不叫米芬里爾 他叫做芬里爾 因為老頭在找資料的時候 然後呢我把他的這個普羅米的米給加進去了 他的這個名稱叫做普羅米芬里爾 普羅米芬里爾 然後我眼殘直接把米給加到名字裡面去了 所以變成米芬里爾 結果這個一錯就是錯到現在才被糾正 還覺得自己這樣蠻蠢的 不過還是很感謝就是這個觀眾有這個提醒 後來我也把那個上一集的影片縮圖呢 也把它給改掉了 直接叫芬里爾 沒有錯啦那隻BOSS就叫芬里爾 不是什麼米芬里爾 那是我搞錯了 所以說呢 我們以後要叫他芬里爾 不能叫他芬 不能叫他米芬里爾 知道嗎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呢 我們今天依然是要去挑戰這個芬里爾 那他其實 真的是讓我覺得 比這個窮騎還要難打 我試過所有的方法了 都不知道該怎麼解決 不過我看到有觀眾們說 有解決的辦法是把他們拖到水裡 把那個BOSS帶到水裡打 因為他說這個BOSS在水裡打的時候是不會 不會回血 然後 好像不會回血又不會怎樣我忘記了 所以說把他帶到水裡打是一件 一件不錯的方案 不過呢老頭是覺得說 麻煩死了打了打又要把他帶到水裡 不如我們就直接 然後用另外的自己的一個一套方式 好 就是用Sytama的手套 好 各位觀眾們這個留言呢 下面一大堆在刷 Syt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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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Sytama的手套 沒錯老頭今天呢 就使用Sytama的手套 但是呢 我想要再給 我們方舟普羅蜜恐龍一次機會 各位 要怎麼對付這個芬里爾呢 老頭呢 委託了哥們 啊 弄到了這顆東西啊 誰啊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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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值量力呢 好不好 再一次 老頭委託了哥們 弄到了這一顆 其實這一顆呢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從這個模組裡面獲得的 他必須要靠指令才能叫出來 他叫做管理員殺戮暴王龍 好看一下我已經忘記名字了 呵呵呵 I'm sorry 他是叫做 普羅蜜管理員暴虐霸王龍魔方 就是我們現在手上這個哥們 來 出現了 這是我們的管 鼠呼呼呼 血量是負的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齁 用這個 絕對打得了贏 我們的 芬里爾 齁 我們都有點難練這個芬里爾 他被什麼叫芬里爾呢 難練死阿 齁 可以直接上去嘛 可以欸 我們看一下1千5百等 經驗值 他只能點移鈍速度而已 笑死了 我看一下他有什麼威力喔 不用講啦!咬一下就贏了啊 根本不需要動用我們的腮塔嘛 我看右鍵有什麼威力 怒吼 按C鍵有什麼功能 隱身 C鍵會隱身 太好了 那哪時候才會現行 攻擊的時候現行嗎 欸這真的不用玩了欸 我跟你講 咬下去都是-21 這個是已經 超越了 超越了正常傷害呢 這個比賽他媽還要強吧 來來來來我揮看看 我用賽他媽揮他看看 打死嗎 還打不死你看 我猜這個實在太強了 怎麼辦 算了我們還是 我們還是直接用賽他媽手套來打看看好了 好不好 好不好我們這次就是暫時先 放在這裡 讓他在這裡沉睡吧 威力實在太強大了 估計這個分力兒咬一下應該就直接往生了好不好 我們就不要 我們就不要太過於強勢 我們至少還要留一點面子給對方嘛 讓對方這樣子顏面失禁也不太好 好不好 然後這就是我們之前這個戰隊 超爛的戰隊打不贏的戰隊 讓他放在這個地方 好不好 來 怎麼會有金剛在那裡啊 啊我們那隻咧 他在幹嘛啦 哇在互打是不是 他根本就打不贏他啊 來我來幫你 哇嗲 哇嗲嗲 哇嗲 解決一隻 再來啊 你看過我塞他媽的威力是不是 哇嗲 沒揮到 來啊我已經預備好了 完了打不到啊 他這樣子飛我怎麼可能打得到他 哇嗲 哇嗲 有沒有 192萬啊 完了我不知道我這樣揮拳會不會的贏 來我們揮看看 嗯 欸不行 普通攻擊對他沒效 我忘記了 他對普通攻擊沒效欸 他好像要固定的這種BOSS級才打得贏 那樣子 那怎麼辦 還是要叫我們的 呃 管理員出來對抗一下好了 吃到如今真的也只能使用管理員了 不然我真的打不贏他 表示難夠 有 他船走了 來吧 最終對決吧 阿屎 來 你們這些小的通通都讓開 讓我這個大的來打 對 殺 呃 咬一下馬上升天 哦吼吼吼吼吼吼吼 來啦 再戰啦 林北就不相信打不贏你 其實 不用看了 實力差距太大了 一下就解決了 行不行 哈囉 咬咬 阿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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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往生靠杯 耶 太輕鬆了吧 哇 我看一下掉了什麼 我靠這方塊 我跟你講這個是 把他打死你就一輩子不愁吃不愁穿了吧 太扯了 阿他這次死掉他沒有送任何東西 不是阿 他這次 打死他 沒有獲得神秘寵物之類的嗎 我看一下這些魔方 這些魔方有沒有沒看過的阿 這些都看過了 這都是同種類的魔方我看一下阿 這樣子看比較方便阿 哇靠這邊 哈哈哈哈 阿這個是什麼東西 阿這個我知道 這個是阿根廷阿根廷就幾個 2 4 6 8 10 11個 一次給11個阿那乾喝 太扯了吧 這邊還有什麼 殺戮暴王龍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 幕府將軍的樣子 好像是阿 對啊這全部都殺戮暴王龍阿 阿沒有別的啦 阿你這樣也太小氣了點吧 沒了 就這樣 好吧 怎麼辦突然覺得有點空虛了 今天這一集 呵呵呵 今天這一集到底在幹嘛 阿我們有這一隻就保了阿 對不對 我們用這一隻 阿帝王暴龍 就保了阿根本不需要 召喚什麼其他的魔方了嘛 對不對 其實說真的阿 這隻真的只能靠指令阿 講簡單點這隻就是靠外掛贏的 阿 哥就是用哥們開外掛 好看一下這隻也是 齁 震射泥 唉 沒用 好 再見 躺掉了 是吧 躺掉了 月月 好也躺了 完了這樣遊戲就沒樂趣了 所以說如果還有下一集的話呢老頭應該是不用這一隻阿 用這一隻實在太作弊了 好不好 我們還是要盡可能的就是呢 要稍微去測試一下其他恐龍的威力嘛 而不能只能用這一隻 好這隻可能到時候被我拿來就是 當鎮店之寶 好我們那裡的鎮店之寶 就這麼說定的 好不好 OK那麼今天內容差不多就這樣子 那也沒有太多 因為基本上就是要測試一下到底要如何才能打敗 打敗這一隻 芬妮爾 事實上證明了 Saitama手套競戰對他也沒有任何的傷害 那也可能就是要等他第二段變身的時候才可以用Saitama打 不過呢我是覺得呢 那不如就直接用帝王暴龍解決掉他比較快 所以說呢我們用帝王暴龍勉強的 不是很勉強的是輕而易舉就把他殺掉了 然後後面這一批都在幹嘛 在那邊 葬衛兵 葬神士 可能等一下下去零五百吧 好不好那麼今天內容差不多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左下角訂閱右下角 喜歡的話喜歡的喜歡的喜歡的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 方舟生存 再見了 掰掰 我們下一個人觀看 相信自己在賺錢 我エ仇 一個人 我們這回 我們下一個人